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侧面最有看点的是新车C柱 该设计将电池变量的显示如何其中 并配备宽大的装饰条 同时 红7DHS9采用平直的腰线设计 整体贯穿车身的车门内凹式面板造型 将前后一子板凸显出来 竞显威严 红7DHS9从车顶上方延伸出来一个扰流板 并配备了高位刹车灯 尾灯则采用了时下 流行的贯穿是LED设计 新车是一款纯电动SUV 但依旧用谷歌条割落出了双边共两处的排气造型 红7DHS9采用全液晶仪表盘 大尺寸中控屏 副驾驶为显示屏的三连屏设计 再搭配中控中间的控制面板触摸屏 四屏设计彰显新车的现代及科技感 三呼式方向盘两侧的功能 控制按键改为触摸式 同时采用了电子换挡机构 红7DHS9支持既日泊车 原路返回 遥控泊车 现实抬头显示系统 同时 新车提供18项变动调节座椅 第二排座椅支持通用 加热 按摩 半挡功能 红7DHS9采用双电机动力 提供两种不同动力 其中 低功率板前后电机的最大功率 均为218马力 峰值扭矩均为350牛米 NDTC续航里程为460公里 高功率板的前置电机 最大功率218马力 峰值扭矩牛米 后置电机最大功率333马力 峰值扭矩为450牛米 续航里程为510公里